昨天林公公的主題是食屎 但食屎也是太便宜了 所以今天 一會兒九點之後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儀式 大家看到這個林公公 人形那麼高的林公公 下面看到他的手 就揭起了西裝 一會兒九點之後 我們請到歐陽英傑醫生 跟他做一個手術 這個是大手術還是小手術 當然是大手術 不是 我想都是小的 手術不是因為那個人的器官大小 而決定那個手術是大還是小的 是那個手術的複雜性和危險程度 但是你不是很需要顧及他的安全 當然 主題就叫做大勢已去 立式下台 大家先意會一下 不用說得那麼清楚 大家記住要留到九點鐘 一起見證這個世紀時刻 大家姑且現在就可以 拍照之後 上去Facebook也好 甚至任何的社交網絡也好 然後我們希望 去到九點鐘 等大家放齊工的時候 就見證這個儀式 眼看手不動 就不要揭開他的紅布 我怕你揭開後要掩眼 那些 不是有東西噴出來的 就這樣 到時大約我們七點鐘 繼續 還有還有 阿昇士醫生說 這個手術做完之後 我們會把手術 切割出來的部分 將它粉碎 即場 即場派給所有朋友 可以 可以拿到家留念 我們做甚麼 煲湯 總之 大家看看有沒有 原來林公公的 退世之後的碎片 那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因為暫時好彩 在Touchwood說一句 看皇上昨天說 我們有勢就可以了 所以趁著無聊 大家不妨走前一點 在空曠的範圍那裏 大約七點鐘的時候 我們就正式開始了 今晚我們第一個鐘頭 會有很多惡搞的歌曲 你知道 這個23條分冊上市 其中一個就是 版權的惡法 就是惡搞歌曲刑事化 其實我們從小到大 都將這些歌曲來改編 去嘲笑一些 高官也好 那些富翁也好 那些壞人也好 那 沒有理由說 我們改首歌都會犯法的 所以今晚 那條法例未過之前 我們會 唱夠唱盡 唱到它發為止 好啦 那大約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再過一會兒 很快就去正式的節目 就開始了 好 一會兒見 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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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今晚 又見到大家 昨天呢 我們創造了一個 千隻紙飛機 一起飛的偉大場面 聽聽聽 其實不止千隻 應該是數千的 是數千 因為我自己prepare 都prepare了三千左右 不停訂 今天所有的傳媒 無論是電視 或者是報紙 都將那個 壯官的場面都登出來 是 是 大家見不見到自己 有見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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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出來的那隻飛機 我看看我那隻還在 有見到自己 哈哈 還在氣 上面那兩層 還在氣 當然 在一開始之前 我們要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星氏醫生歐陽英傑 我是香港人貿易政府主持愛明 這是我們特意做出來的大戰九一八天經 裡面有九隻怪獸 不知道大家認得多少 我們玩那個人當然是一隻超人 除了出死光之外 我們還有幾隻必殺的 有個英文出來的時候 就是說你可以用拼招一擊必殺 那很厲害 一拼拼拼死 我不是沒有玩過 我有玩過 我本來是不懂的 我亂打亂死 這麼多隻怪獸 你這篇最厲害 不是最厲害 我覺得是最惡毒 應該用五惡毒 就是這個 你市力場最惡毒 會包含其他怪獸 但是如果你看到小生出現的話 對 對 對 聽不懂 聽不懂 此笑一般 你可以去到這個遊戲 那它不用等於下載 你只要開個網頁就能玩到 對 你一按那個連結 就已經進入了那個遊戲 有些朋友 直接寫了攻略 對 總之一看到那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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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市力場的那隻 就馬上打爆它 對 最好如果你有五惡毒 就一下子打爆它 即發功 對 但是如果你懷招得太厲害的話 就一定要按燒山那招 恥笑功 對 那麥克風一出現恥笑 就什麼怪獸都一次過 但是要剛好燒山彈了出來 才可以有那個 你打就打就有了 對 你要等 留意一下右下角 要是看看玉敏出來了 還是燒山出來了 對 這是秘技的 就是會無緣無故有馬草泥彈出來 哦 馬草泥就在這邊 對 馬草泥彈出來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會幫你翻生 是 死了多少都會翻生的 有什麼寓意呢 有什麼寓意呢 有什麼寓意就大家… 大家拿個心去意會一下 哈哈哈哈 舊的馬仔已經去了 不過這個呢 是想說什麼呢 其實是想說燒山的恥笑功力 嗯 其實呢我們今晚呢 作為第二晚這個 一起讀一下這個好嗎 反對惡法 抗爭到底 天下圍攻立法會 那作為第二晚呢 我們的主題呢 就是齊齊去發揮一個 恥笑的力量 是 那就是呢 讓香港無論是狗官也好 又或者是一些惡法也好 就在眾人的恥笑聲之中呢 去將它打殘它的 嗯 那我們的節目呢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活動呢 都會透過香港人網直播 那暫時看吧 可能那些朋友都是剛剛放工了 可能還在趕來 或者甚至乎是聽著 即是我們來的時候都聽著 不如我們現場的觀眾 給點聲音 這班朋友 讓他們快點來到現場好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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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剛才講開恥笑這個話題 是 不如我們今晚就由恥笑 不如我們由音樂那方面去恥笑他們開始 可以嗎 我們看一大堆的惡搞歌曲 那我們呢 知道其實呢 政府呢 已經hold住了一些 譬如呢 惡搞歌曲的問題 他們呢 就會用呢 就是我們所謂就是 將23條呢 分拆上市 其中一招呢 就是說你侵犯別人的版權喔 那就是想用這一招來取替你的惡搞東西的 那所以呢 既然是這樣呢 我們就要為自己儲定一些彈藥線 所以呢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呢 我們 無論是香港人網 或者人民力量的朋友呢 都開始創造了很多惡搞歌 真的很多 是啊 總之一隻很厲害的喔 而這一隻呢 就是最新鮮 最高潔人口的其中一隻 那我不如這段時間呢 就請普羅的朋友 和人民力量的朋友上來 為大家合唱 謝謝